Covid-19 影响到很多国家的内需市场 可是它对供应端 整个供应链这件事情 产生一些作用 反而让很多内需市场的价钱 尤其是Inflection都会提高 所以台湾因为在整个供应链结构上面 尤其是在电子业 跟供应链有关的 在短期绝对是一个很夯的 所谓的科技供应端 然后ICT IC Technology这一块 大概是整个台湾现在 至少会红个三年到五年的事情 台湾的AI 因为台湾的内需市场 内需市场的问题不只是人口的问题 OK 前300万人口在整个世界也不是一个小国家 但是它主要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内需市场的CP值的问题 因为台湾一般因为薪资比较低 因为台湾的因素 所以每一个人愿意花的钱 其实比起我们美国家要少很多 所以它是两个以费 一个是人口以费 一个叫做价值以费 成起来以后 所以在B2C应用端这个市场 通常不容易产生很大的作用 然后再加上因为市场也不大 而且既有的大型企业 尤其像电商各式各样的东西都已经存在了 所以你要切进来 要创造更大的东西 你新创就很难做 最缺的人 最缺的哪一个类别 主要就是因为现在生意最好的类别 通常 通常你当你市场扩张的时候 很标准的一个反应 就是我这么多事情 我要找这么多人用 所以你可以看现在台湾股票市场 可能最好的几家公司包括联发科 包括台积电 因为他们现在生意好得不得了 为什么这个像半导体产业 可以允许呢 找这么多人呢 也可能需要这么多人呢 我刚刚用可能 之后我来谈不一定真的需要 但是它为什么需要这么多人 就是因为它的成本里面 人事成本占的比例是很低的 举例来谈这种公司 这种制造公司 因为它设备非常非常的昂贵 所以它的人事成本 大概只有十几%而已 可能连20%不到 所以即使找再多的人 它还是停留在那个数字 所有这些公司都会害怕 尤其因为台湾少子化 它很害怕在未来 是会越来越少人 所以它现在等于是叫超前部署 要让它这样晓得 我很需要人很需要很需要人 过去台湾成长的过程当中 一直有一种叫人海战术的思维 或者情能捕捉的思维 这些事情会让台湾的这些企业 尤其科技企业 它会继续用这样的方式 因为这是它过去成功的模式 所以它会继续使用 台湾今天的大部分 所谓的缺工或缺人这件事情 因为它的整个系统不好 不够好 所以呢 它就需要让人比较聪明 在这个不好系统下 会能够判断怎么做事情 做得比较有效率 这些高端人才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我想主要的原因 只是为了钱 它不一定要为五斗米折腰 所以这些人可能的思考方式 就不太一样了 所以虽然你很有钱 可是你的方式 不见得是 fit 我想要的方式 我的人生的方式 所以他们会选择出国 或选择找另外一个部分 是由它的特殊原因 这些原因我觉得有主要的 两个很根本的原因 第一个叫做职场环境 你这个环境到底适不适合我 或者是这个环境 我在里面会不会做起来 很有成就感 很有学习的机会 这些地方 你的环境好不好 这是一件事情 人通常都还是喜欢一个 好的环境 第二个 有没有未来 他们通常会看 假设我到你这个地方 这个环境 我的学长们 尤其是到我十五岁 十岁 十五岁 二十岁的学长们 那个样子吸不吸引我 那些样子就是我的未来 我可不可以看到一个好的未来 他到底是选系 选校这些事情 反正就是系跟校都要 那当然校很重要 系也很重要 我自己找人就是特例 我不是很喜欢看学校 但是我也避免不了会看学校 因为HR给我的履历 大概就是以学校为主 可是我不会去看成绩 也不能说我不看成绩 我会去看他的能力